法國參議院六號以三百零次票贊成 零票反對一致通過 支持臺灣參與國際組織的決議案 支持法國國會首度通過挺臺議案 另外外交部長吳釗燮 接受澳洲媒體專訪 提到中國準備對臺灣發動最後攻擊 澳洲總理莫里森 在受訪的時候就回應 如果中國無力犯臺 澳洲將會支援美國及盟友 對臺政策不變 法國參議院友台小組主席 李查及二十多位參議員 三月份提出決議案 支持臺灣參與國際組織 參議院六號表決 以三百零次票贊成 零票反對一致通過 這也是法國國會史上 首次通過挺臺議案 我想說 這是我們的負責 提出台灣 找到這個國家的位置 在國際上 法國外交部代表 也重申支持臺灣的立場 並且強調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諸法代表吳志忠 也在臉書貼出參議院旁聽照片 說十分感動 並表示法國是歐盟最重要的國家 具有領導地位 這項投票結果 具有非常大的象徵性 外交部誠摯的感謝 法國參議院 首度高票不通過支持 我國參議國際組織的決議案 外交部長吳釗希六號 則接受了澳洲金融評論報專訪 其中提到中國似乎在準備 向臺灣發動最後攻擊 政府都在做準備 期盼理念相近的民主國家支持臺灣 澳洲總理莫里森 則回應對臺政策不變 將會履行支援美國及盟友的承諾 近來澳洲多位官員公開表態 關注台海議題 認為政府應該要有所準備 吳釗希也呼籲澳洲與臺灣 加強經濟聯繫 重啟兩國自由貿易協定會談 更透露渴望在今年申請加入CPTPP 加強區域連結 記者韓音朋友組整理報導 共產黨 都說 共產黨